大家好,我是牛超 今天我们来一起阅读 《极简生活》这本书当中的 断舍离法则 断舍离,解放你的心灵 当时我第一次读到《极简生活》这本书的时候 这句话就立刻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 他这么说 杂物就跟我们身上坠肉一样 一年比一年多 把我们牢牢的捆住 害得我们动弹不得 牛超现在虽然说也很怕 但是当初更胖 所以当时读到这句话 觉得断舍离真的有必要 家里边的东西越来越多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因为我们在不断的用收入来换东西 要是只进不出 东西当然会多起来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断舍离不掉呢 其实问题出在有没有快乐上 我们人都只会做让自己感觉到快乐的事 我们得到东西 能够带来一定的快乐 让人高兴起来 这种快乐呢 它具有一个极大的威力 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是为了享受这种快乐 才会去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反过来呢 断舍离常常会带来一定的痛感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痛感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对未来的担忧 有或许某一天我会用到这个东西呢 或者呢 对于过往的一个执着 好不容易我才买回来的这个东西啊 刘超野原来跟大家分享过快思漫想这本书当中 丹尼尔卡尼曼跟我们说过损失厌恶 所以说我们得到的时候总是那么快乐 失去的时候那是痛苦啊 那你说断舍离既然这么痛苦 那有川郑友美她最开始的断舍离的理由是什么呢 郑友美她最开始断舍离的理由特别简单 就是我不想待在一个不舒服的 充满杂物的房间里 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已经品尝到了断舍离这种行为带来的快乐 那你说啊 断舍离怎么会带来快乐呢 因为我慢慢意识到断舍离它等于 我们不用再为这个东西操心了 比如说打开衣橱 把那些从来不穿的衣服通通断舍离掉 或者呢 我们把名字和长相已经对不上号的人 请出我们的通讯录 把那些从来都没有读过的书搬出家门 在完成了这些动作的瞬间 哎呀 我总能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爽快感 又或者啊 当你拒绝了一场不想去的应酬的时候 也会产生类似的安心感和爽快感 对不起我今天实在去不了 大胆的说出来也是一种断舍离 所以说把多余的东西断舍离之后 你的心情就会轻松很多 有人做过这样一项问卷调查 假如说你的生命只有几个月 请问你最想做什么 很多人回答说 我会去拜访帮助过我的人来亲口说一声谢谢 还有的人说呢 我想去吃遍天下美食 还有人说呢 我想去旅行 但也有不少的人回答说 我想把自己的生活整理干净 诶 此处的整理干净啊 它并不是说只是把房间打扫干净的意思 而是把那些我们生活当中用不到的东西 给它断舍离 清零掉 事事难料 想做什么就立刻动手去做吧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才能让自己身清如焰 既让自己的身体减压 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个解放 诶 牛涛当初读到这里的时候呢 想到史蒂芬科维 在高效仁人士的七个好习惯当中的 面死而生 你像我们 尤其是我们华人 特别不太愿意去面对死亡这个字眼 就是有些时候 当我们真的到了这个 一个生命当中的特殊阶段 我们反而能够更加清楚的看到 生命当中 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 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就是啊 断舍离 它不光能够释放我们身体的压力 也能够解放我们的心灵 断舍离的思考法则 那你说如何判断一样东西该不该扔掉呢 其实这个判断标准非常简单 就是一句话 现在我不需要的东西可以断舍离掉 我们要想享受当下呢 就不能把太多的精力 耗费在属于过去和将来的东西上 我们大家不妨按照 接下来的这个断舍离的思考法则 来甩掉自己心中的焦虑和纠结 果断的选出现在需要的东西 那你说哪三个断舍离的思考法则呢 第一个 现在不需要的东西可以考虑断舍离 人们舍不得丢弃的这个原因总是五花八门 比如说有价格的原因 这个东西可贵了 也有可能有一些感情的因素 这东西可是我从小用到大的哦 或者说呢 这东西现在还能用 而这个判断的标准呢 则可以建立在时间轴上 简单明了 现在需要的东西就留着 其他的东西呢 可以考虑断舍离 比如说刘超当时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呢 就想到了三下阴子的断舍离这本书当中 他以自我的生活为中心 然后呢 把时间轴放在此时此刻放在当下 在断舍离的时候呢 我们总是把自己放作这个生活当中的主角 我们可以简单的问一下自己 就是现在的我需不需要这项东西 如果要是需要 我们可以考虑保留 如果要现在的我不需要这项东西呢 我们可以考虑断舍离 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手中有个杯子 一般来讲呢 我们可能都以杯子 以东西为主角 啊这个东西 这个杯子还能不能用 但是断舍离的时候呢 我们以自我的生活为中心 以当下为时间轴 就是此时此刻的我 这个可以用这个杯子干什么 如果可以 如果我喜欢 那我可以保留 如果不喜欢呢 我们可以把它考虑断舍离掉 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有一些东西 它的使用频率非常低 不一定此时此刻你会用上 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用上 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归位为 现在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像旅行箱啊 或者说是一些运动衣啊 虽然说我现在没有运动 但我知道啊 我一个星期或者说 几天我一定会去运动的一次 或者说旅行 就是说我喜欢旅行 在不久的将来 我一定会用到它 像这样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把它归为 现在需要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像这样的东西呢 还有一种 就是像那种一定要保留的东西 比如说像房产的合同啊 或者说是那些珍贵无比的 独一无二的照片 绝版的照片 像这样的东西 它是独一无二的 像合同啊 虽然说我们不是说 一直都会把这照片拿出来看 或者说把合同拿出来瞅一瞅 但这种东西 它也是我们生活当中 现在需要的东西 所以这两个 虽然说是一种特殊情况 但我们也可以把它归为 现在需要的东西这一类 下一个断舍离的思考法则 就是属于过去的东西 我们可以考虑断舍离调 比如说那些长时间都不用的东西 就是属于过去的东西 我们很多人之所以保留那些 毫无用武之地的东西 就是因为觉得 我们以后可能会用上 无奈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除非你是痛下决心改变自己 否则我们的行为模式 绝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跟自己 设定一个处理旧物的期限 比如说衣服一年 或者是两年 我从来都没有碰过 这样我是可以考虑断舍离调 还有一些礼物和书信 它是回忆的载体 所以这类的物品 基本上也都属于过去 如果它们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 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我们不妨怀着一个感激的心情 对它们真诚的说一声谢谢 然后再见吧 舍不得断舍离 换个角度来看 就是抓着过去不放 常有人担心 我丢掉了物品 是不是变相的丢掉了价值呢 殊不知 物品带给我们的经验和回忆 它早已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经验和回忆 这种最宝贵的东西都已经到手了 夫妇何求呢 极简生活的断舍离思考法则 还有一个呢 就是属于将来的东西 也可以考虑断舍离调 比如说 等我有时间了 我就可以看这本书了 或者说呢 等家里来客人 我就可以用上这个大盘子了 或者等我出门旅行的时候 这个化妆品小样 就能拍上用场了 其实 我们可能永远也等不到那样的时刻 也许有朋友会说 我现在要是断舍离了 我将来用上 那不是后悔啊 别担心 要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忘掉这个东西的存在 我们看着未来来占领现在的宝贵的空间 才是因小失大 得不偿失 对于未来的担忧 其实是对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假设的状态的担忧 我们无需为了未来而忧心忡忡 如果我们把现在的生活过得非常好 过得非常开心 将来它就自然以最好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总而言之 就是以当下我们的生活状态作为断舍离与否的一个评判标准 OK 刚刚牛超为大家阅读的 就是极简生活这本书当中的断舍离的思考法则 从当中我们就能知道 断舍离这件事情 它虽然说最开始有一定的难度 但真正的做起来之后 它不光能够释放我们身体的压力 也可以解放我们的心灵 断舍离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去运用一下 这本书当中提给我们的三个断舍离的思考法则 现在用不上的东西考虑断舍离 属于过去的东西可以断舍离 属于将来的东西也可以断舍离 总而言之 就是以当下的我们的生活作为中心 把时间轴放在当下来考虑一个物品 到底是留还是断舍离 希望刚刚的三个断舍离的思考法则 可以给正在考虑极简或者说断舍离的朋友一些启发 OK 牛超爱读生活极小型 如果您喜欢我们这支影片 记得点赞和订阅 非常开心和您度过这段美妙的阅读时光 我们其他影片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